NTV7综合报道 看原优惠的消息 今年的第二场原优惠去到北马槟城的Auto City和观众见面 那今天来到了活动的第二天 节目同样是精彩和非常的多元化 赞助商多多博彩也在现场捐献了一万令吉 给北海中华工学总校 充做这个维修的基金 为原优惠更添意义 Sport Store一向以来都很积极 以及活跃的支持 以及推动许多的社群活动 当中当然也包括了慈善 包括了社群体育 或者是教育文化之类的相关的活动 在配合这个园游会 我们Sport Store也捐献了一笔一万元的扇款 捐给了一间北海的小学中华总校 该校可以利用这笔扇款来维修他们的客室 或者是当作作为其他的用途 中华工学总校感谢园游会为民众带来了欢乐 与美好感觉的同时也让参与者更进一步的认识中华工学总校 为期两天的园游会从早到晚不间断的会进行了各种连串的好玩的游戏 而且适合他全家大小参与的欢乐活动 那今年本台将会举办八场园游会 分别在全国各地不同的地点举行 接着带您到秘鲁看看千多人用一种叫木香鼓的乐器合奏 希望合力刷新世界纪录 那星期六 1400多人云集秘鲁首都利买的一个广场 齐齐拍打木香鼓合奏